艺术方面我也不太懂 但是在我这个方向 看到你的身材 我想冒昧地请教一下 你跳的是肚皮舞吗 我是编舞 然后你像我的师傅 是那个小海 就是中国的 就这个圈我都不太熟 我就想问问 你那么大的肚子 你怎么跳舞 小海身材跟他也差不多 对 林国的小胖子 小海跳得特好 是这样的 然后我的师傅 因为我是向他学习 然后转站 然后去在依靠的道路上 确实他帮我 像这种质疑你的人 打他脸的最好方法 就是现场跳上一段 用你舞姿去回敬 你现在打他的脸 正面给他看 可以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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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爱了 你看表情 太可爱了 这种舞蹈 如果你在抖云上看到 应该属于 搞笑型的舞蹈 对吧 对 而不是跳得好看 哎呦 天呐 最近这个东书 有点老顽虫的风格 说不定还挺乐的 还不是 不必要异上企业众 但当时你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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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晓得很快 你看 对 天呐 去呀 去呀 来 来 我看了你上一场跳舞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不是 我这次看他 他朝我走来 我头一次感到害怕 我后面的你 段老师 但是你发挥得特别好 你跳得特别好 你迅速找到状态 比原来马的手下多好 真的吗 真的 段老师 刚才狂磨乱 我被别人夸的时候他都不自信 我跟你讲 段老师还好是你 我坐在那儿的话 我马上就站下来说对不起 打扰了 太害怕了 这是什么舞 我特别 这叫什么舞 编舞 就是Lucky的 加了Lucky的编舞和框 其实我还觉得挺可爱的 我挺想的 要是我在的话 真的就只限可爱 就是不专业 也不能成为职业 但是他刚开始 我特别替他担心 好 他担心 也不能成为